记者刘丽人台北报道,已生产与一出名的股票上市公司达新公司,被查获中港厂绕流偷排含高浓度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另有不时申报及逃漏缴空气污染防治费清醒,出缴回6,871万4,793元不法利得。 台中底检署将中港厂三名利任,现任厂长及负责申报空气污染防治费人员共4人,以触犯空气污染防治法业务登载,申报不实及刑法诈欺得利等罪嫌疾起公诉,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大队长李金福表示,监获检局指达新公司将紧急状况时,才能使用的备用烟窗不定期照流偷排制成废弃,并有不实申报空气污染防治设备所去除的空气污染物数量以逃漏缴空气污染防治费的情形。 李金福表示,由于高浓度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废弃无色,肉眼看不见,环保单位利用科学仪器FLIR红外线热领相仪,监控半年确认偷排事实,台中地检署去年7月21日发动联合查期行动当场查获该场绕流偷排废弃行为。 检察官王明仁指挥保七总队第三大队,即调查局台中市调处搜索查扣相关物证,台中市环保局计算达新中刚唱八年内,漏缴空气污染防治费计68714793元,8月1日施行修正后的空气污染防治法。 对于申报不实或于业务上作成之文书为需伪记载者,提高罚金至新台币500万元以下,对于绕流偷排废弃等唯一固定污染源操作许可证内容操作者,提高罚款至新台币2000万元以下。 同时新增造流偷排等排放有害空气污染物超过排放限制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罚金刑则规定。